我們來看第九品 這一品是受學還有無學的祭品 重點就是有學無學 同正佛道 師父有將他歸納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佛為阿難授記 然後當來成佛 佛號名山海慧自在 公王如來 這個佛號就是說阿難的智慧 其高如山 其身如海 在九遠節以來 他發願護持法葬 護持佛法 因為此願 這個願力 還有他的智力 因此能夠證 能夠說 一切自在 並且能深入京葬 公達五岸 護號山海慧自在 公王如來 第二個部分是佛為羅侯羅授記 當來成佛 號島七寶花如來 這個阿難被授記的時候 還沒證阿羅漢 阿難一直到佛涅盤 都還沒證阿羅漢過 但是羅侯羅 在佛涅盤之前 他就已經是證了阿羅漢過 兩者呢 都被授記 所以呢 叫做有學跟無學 有學 就是初果 二果 三果 無學 就是四果 阿羅漢 第三個部分呢 是佛為學無學 二千人授記 當來成佛 同名寶相如來 接著呢 在場還有兩千人 這兩千人 有一部分 已經證阿羅漢 有一部分 還沒有證阿羅漢 所以叫 有學跟無學 那我們看師傅這邊的說明呢 就是 史詩的阿難為有學人的上手 羅侯羅 為此二千人中無學人的上手 然後見到以上的諸大羅漢 已受成佛的級別 故意起做理佛 然後呢 請求說 我的女子亦因有份 前面佛受寄了幾位阿羅漢之後 此時的阿難 跟羅侯羅 他們心裡想說 既然他們可以被受寄成佛 那我們也跟隨佛這麼久 應當也可以被受寄 所以呢 有這個想法 然後呢 佛就為他們一一受寄 接著 一百三十五月最後一個行 於是如來便為阿難受寄 然後預計他在供養六十二億諸佛之後 便將成佛 然後號為三海慧自在通王如來 佛有四個名號 應共正天之 明賢族 上世世間解 無上世 條玉丈夫 天仁師 佛世尊 十號俱足 那同時呢 他們還要教化 二十千萬億橫河沙諸菩薩 然後成佛之時的國土呢 名為常立聖凡 這是指阿難的國土名號 為什麼稱作常立聖凡呢 因阿難他多聞第一 每次呢 做大辯論的時候呢 一定勝利 所謂名常立聖凡 然後結明 廟 音 遍滿 上次有菩薩問我 結是什麼意思 結就是時間 就是阿難呢 他成佛 然後呢 他住世這段期間 稱作什麼 這個期間稱作廟 音 遍滿 以前在中國的這個皇帝 例如說唐太宗 有沒有 他當皇帝有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內呢 他稱作什麼 真官 有沒有 他的年號叫真官 那這是世間的 那初世間的呢 佛的 他的這段時間的結明 叫妙音遍滿 為什麼叫妙音遍滿呢 因為阿難說法的時候 音聲非常的清脆跟洪亮 能遍滿整個虛空 聞者都能生歡喜 不覺厭倦 但是阿難才有這個得恨 跟這個智慧 那這位三海會自在通往如來的受命 非常的長 有無量千萬億阿申其解 然後正法注釋 又備於佛受 向法注釋 復備正法 當阿難被受寄的時候 在場有一些人心裡有疑惑 有什麼疑惑呢 因為在此之前 被受寄的都是已經是 正阿羅漢國的人 可是呢 阿難被受寄的時候呢 他還沒證阿羅漢 所以有的人覺得 阿難怎麼可能 可以這麼快 就跟那些阿羅漢一樣被受寄 所以在法華經文裡頭 世尊有特別說明 阿難他被受寄的原因 就是經文說呢 而是世尊知諸菩薩心知所念 就是在場的一些菩薩呢 心裡有一種懷疑 就是懷疑說阿難怎麼這麼快 可以跟其他阿羅漢一樣被受寄呢 然後而告知曰諸善男子 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 就是無量節前的一尊佛 同時發阿諾多了三百三菩提心 也就是同時發要成佛的心 然後呢 阿難常樂多聞 我們知道阿難是多聞第一對不對 所以呢 無量節前來 阿難他的習慣就是喜歡多聞 就是聽聞 然後呢 佛說我常情經濟 世尊就不一樣了 世尊呢 一心就是精進 然後呢 世故 我已得阿諾多了三菩提 而阿難呢 發願來護持我法 阿難自己 雖然呢 他是多聞 比佛慢一點成佛 但是呢 他發願要來護持佛法 護持釋迦牟尼佛的法 就是世尊呢 出世他就來護法 然後呢 義父將來諸佛法葬 不但護持釋迦牟尼佛的法 未來任何一尊佛成佛 他都會來護持 然後呢 教化成就諸菩薩眾 而且 協助無量諸佛 來教化許許多多的菩薩 那其本願如釋 護獲思計 阿難呢 其實也不是普通人 事實上呢 也是什麼 也是一位大菩薩 他發的願 是來護持世尊 護持無量諸佛 發願要來度化 許許多多的菩薩 所以有這個願 因此呢 佛為他受祭 那因此 第二段 師父這邊說 為何阿難尊者 於當來成佛之死 有如此的福德壽命呢 本品中說 阿難與世尊呢 於過去在空亡佛事的時候 同時發了無上的菩提心 那阿難是常樂多聞 護持世尊所法 然後呢 義父將來諸佛法葬 世尊則常精進 世故世尊先成正確 然後如今呢 為阿難尊者受祭 然後接著呢 被受祭的是 羅侯羅尊者 羅侯羅尊者呢 被稱作什麼第一 阿難是多人第一 羅侯羅尊者是什麼第一 密行第一 什麼是密行你們知道嗎